陛下 陈卫正 一冠不正 无言一对 我不能再富有太子了 也不能再直言陛下了 你总是让我为难 千古佳化金犹在 唐前永无 见陈胜 大家好 我是二敏顾 太子李成前决定破释陈州 首先干掉魏王 然后起兵夺魏 再演玄武门之变 何干成吉这边准备暗杀武器 太子却在告慰称心的亡灵 他李成前也真是魔政了 在东宫给爱人立牌位 看来是真不想好了 一边祭拜 还一边自言自语 魏王是告密者 他第一个要受到惩罚 我不会放过 杀你的人的 另一边 何干成吉为了刺杀 利用赤焰锻造了几根锋利无比的弩箭 都说树叶有砖钩 看他这熟练程度就知道 绝对是老手 食指倾扣 弩箭瞬间穿透五公分的木板 就这力道 射在魏王大脑袋上 就算干不透 也能轻松扎进脑人 那真是想不死都难哪 再加上这道次狗 想拔出来 不给他三叉神经带出来 都算他长得偏 此时 李太和房一爱 正在为弄死称心 而沾沾自喜呢 话音未落 只听得 射歪了 房一爱护主心切 直接趴地上 给魏王当肉垫 怕其摔倒时 磕少 奈何 魏王没能领会 在第二件射来时 直接趴桌子上了 差点没给自己怼差气了 躲过一劫的李太 丝毫未露惧色 看来也是个狠人 他心里知道 不出意外 就是他李承前所为 东宫 当从纳贼口中 得知魏王没死 太子并没有愤怒 因为做大事 借急借躁 一次不行 那就两次呗 下次什么时候 老伙计一挺 还他妈下次 可拉刀吧 那么大闹瓜的 我都快怼上射了 都没射着 说明什么 说明魏王 命不该绝呀 太子一看 既然阿基已经心生忌惮 也不好强求了 咱话说回来 真是魏王命不该绝吗 不然 咱把时间捣回一个时辰以前 阿基事件的时候 手臂稳如泰山 可这倒霉蛋 为了壮胆 临行前喝了酒 烈酒下腹 胆麻了 小脑他妈也麻了 于是这手啊 就开始抖啊 结果就是啊 硕大个脑袋 都能射偏左了 还怪人李太 还有神灵护体了 所以说 列位 酒可以壮胆消愁 但是过量 也会误事拘留啊 夜无话 次日 父皇 要不是儿臣躲得快 那一剑就正正地射住 儿臣在这里了 父皇 父皇你有没有听儿臣说啊 嗯 哦 你不是没死吗 回去等的吧 调查完 自然还你公道 父皇 你难道就没有想过 这可能会是谁吗 李世民怎么可能没有想过是谁呢 可事情刚发生 一没证据 二没证人 再者 那个很有可能的人 很有可能是自己的儿子 他现在 也是心乱如麻 太子 他早就安耐不住了 没想到 我大哥 竟不对我下毒手 他既然不害怕父皇的追查 这就说明 他连下一步都计划好了 够了 好了你回去吧 让我静一下 让李世民如此心烦的 不止皇子之间的摩擦 还有那魏正 早已卧床 度日如年了 得知陛下和太子亲临 魏正说什么也要起身迎接 让老婆给自己换上朝服 当儿子的极力阻止 可魏正告诉他 我是大唐臣子 要有大唐的风骨 哎呀 怎么办 你请 来不及了 快点快点 来 快点给我紧上 看着眼前这个须发皆白 盘山不稳的良辰 李世民突然感觉喉咙一紧 唇间未雨 道不出半句 哽咽地蹦出两个字 先生 陛下 我 我不能再 傅佑太子了 也不能 再直言陛下了 虽然 你总是让我为难 但是 朝天现在没了你 我总觉得 心里空荡荡 陛下 懂得我的心思 我却不懂 陛下的心思 从来说话 都不是陛下喜欢听的 你要是懂啊 你就不是魏征了 李世民几度更严 看着眼前的魏征 没了执剑时的不卑不亢 没了被整时的窘迫模样 也没了吃菠菜时的狼狈之相 李世民想着想着 就哭了 相比其他功臣 自己和魏征相识的时间最短 但却是最交信的 自打他做了建议大幅开始 十几年时间 建议了两百多次 当众对李世民也不计其数 按李世民原话讲 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吗 怒到极时 恨不得手刃当场 但每次冷静下来都会庆幸 得此良辰 幸也 正所谓恨之妾 则爱之神 俩人之间少了其他人的恭维奉承 有的只是真诚 就是那个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东西 孟子云 君知是臣如手足 则臣是君如父心 李世民做到了 魏征也做到了 如今游将尽 灯将苦 他魏征唯一的遗憾 就是自己心里全是社稷民生 而没能照顾好 这一家妻儿老小 先生 大唐已有二十六年了 真灰 已经十七年了 先生 可以放心社稷 你不犹豫自己的孩子 让我替他们做点事情吧 我要把恒山公主 嫁给你的儿子 孙女 魏征为了大唐奉献了半生 他无悔 李世民为他了结了身后愿 他心绪 所有一切都放下了 他却不知道说什么了 最后 深深一败 算是道别二人今生的君臣情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李世民受了这一败 怕是有别了 临别前 魏征将六年前写好的十四书 交给了李世民 自己不在了 希望此物能时刻告诫李世民 怎样做好一名合格的皇帝 过一段时间 我就拿出来看看 可是他没有告诉我 我的儿子们互相残杀 该怎么办 他也没有告诉我 他魏征走了 我该怎么办 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李世民经常会梦到魏征独自离朝 而魏留半句剑言 他想留住他 可身体不能动得分毫 终于该来的还是来了 是魏征吗 回陛下 是魏征 左光武大夫 弹死上是魏征独 左光武大夫 政国武 弹死上是魏征独 贞官十七年 正月十七日 魏征逝世 享年六十四岁 葬于赵陵 临近太宗墓 魏征去世后 李世民下令 按照一品官员规格 置办葬礼 灵鹫插满羽毛 命令官员九品以上的 都去奔丧 可裴侍告诉李部尚书 魏征一生节俭 如今用如此高的礼仪安葬 不符合他的遗愿呢 郑国公 值得这样的礼遇啊 李父不敢违背先父志愿 还是一步车 乘在灵鹫吧 真正的宋别 没有长亭古道 就是在一个 和平时一样的清晨 有的人留在了昨天 却把思念留在了今天 望着宋灵队伍的方向 李世民深深一败 仪表敬略 临照同镜 可以调整一冠 一股违镜 可以知道朝代星体 以人违镜 可以明确得与诗 朕经常用这三种镜子 提醒自己 魏征走了 朕就少了一面镜子 能把魏征当作自己的镜子 才是李世民对他最深厚 最高尚的包奖 上不负十足 下不恶权贵 忠不耻亲戚 外不为彭党 不以逢时改节 不以徒位卖中 一代良辰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一段千古佳话 也就此谢幕 朕要给他立一块碑 碑上 要有碑文 我马上就去办 不 朕亲自来写 陛下 洛州都督张亮求见 正在撰写碑文的李世民胡怡 你张亮不应该今天上任吗 怎么不舍得老子我呀 还特意见上一面 张亮也不装假 别想多了啊 你这老干八叉的 谁想看你 当然 这是老友之间的玩笑话 今儿来呢 有件钥匙 昨天到力部报道 遇到了侯军吉 咱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喝酒了 那家伙满嘴抛火车呀 说自己一生立功无数 结果在高昌上翻了车 不但没得到嘉奖 还蹲了班房 心里很是不愤 看我被外放到洛州 以为遭人排挤 想跟我大伙造反 反正事啊 就是这么个事 至于真假 您李二自己斟酌 你和军吉都是功臣 他跟你说这番话的时候 旁边没有人 追究起来 他肯定不服 事情弄不清 你先不要说出去 我只是跟您说一声 我明天就走了 你们这些功臣啊 朕总想常常的见到你 可是现在 王的王 走的走 也许 朕应该让化功 把你们都化下来 这样 就能常常见到你 打这以后 就有了灵烟阁的 二十四功臣图 东宫 太子刺杀未亡未果 但是不影响 其直接夺位啊 招来汉王李延长 潜引太子心腹李安岩 姑姑长平公主的儿子赵杰 杜如慧的儿子杜和 还有侯军吉和贺兰楚十爷俩 最后是大唐第一杀手 何干成吉 准备近日动手 动手前 分血卷为盟 以表决心 其实事情简单至极 殿下只要声称自己得了重病 生命垂危 陛下就一定会亲自前来探视 到时候 只要是在东宫之内 咱们就定能成功 同生 同生 同死 トムス 坐下 坐下 谢谢观看